在大兴安岭 在墨河 在初心广场 我在这里 等你 兄弟们一夜过去了 安全度过 现在外面 56度 刚刚烧了一会开水 看一下零下17度 这个多久能量 现在正宗的 -17度啊 兄弟们 最少要到酒店中 才能起床 -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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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好,我是阿七 昨天晚上露营在雪域零海 早上零下-17度 躺在帳篷里 不敢出来 现在出了一点点太阳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太阳 眼睛直射都没问题 太小了 冬天的太阳就这样 给大家看一看 昨天晚上的车 哇哦 截的都是这个冰霜 然后看一下这个水 先把这个冰去一下 不然等一下太阳出来化了 就都是水了 都是冰 等一下就不用当一了 先浇点热水 把这个牙膏化一会儿 昨天的这个水全部冻成冰冻了 然后只能是现在这样 给它加热化一下 刚刚去旁边的互联营家里 打了一层水啊 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 刚刚那个水都冻的 根本做不了饭 现在就可以做个早餐了 这个狗还是挺帅气的 早上的话就简单下个鸡蛋面吃一下了 还要把方便面放进去调个味 锅的话先放到帐篷里面烧一下 避风 现在出了太阳 然后暖和很多 没有感觉那么冷了 平安过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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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呃 开锅了 开灭 开饭啦 睡袋收好了 帐篷收一 早上吃完饭 我们已经把东西收好了 现在我们准备各奔东西了 我是王塔河 我是前往墨河 墨处前路无知己 旅途相遇 救世缘 拜拜 拜拜 昨天零下17度 还可以 一枪走 机械还是可以的 一枪走 拜拜 继续踏山 一人一圈 千万中国最北城市 墨河的旅途 还有最后的80公里 早上还有一些太阳 现在就没什么光了 路两边的话还是能看到一些没有融化的鸡血 现在处于室外的话 大概是零下近10度左右 大概在5到10度之间 所以还是非常冷 尤其是骑摩托车的话 因为风特别大 再过几天就是零海雪原了 现在的话因为没有下雪 这些雪都是以前下的 然后没有花 看后面这个云朵 下雪有就在这两天的事情了 前面还有一些蓝天的 看一下现在路两边有那种导热霸 这就是应对动土路段而设置的 这就是应对动土路段而设置的 可以防止这个路面的沉降 起了几十公里 看一下我们现在到哪里了 这是我的车 图墙 我们已经到达墨河图墙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这两个字 图墙 就是我的最真实的写照 发奋图墙 我们的人生就应该努力 让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强 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会儿 还有点太阳暖一暖身体 哇 其他冻的太冷了 还有一些动物的叫声 骑车感觉特别冷 但是我在这里休息了一会儿 一点都不感到冷 尤其是这个太阳晒的 主要是骑摩托车的时候风很大 然后就显得特别特别冷 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我现在也准备 赶瓦墨河市里面了 还有20多公里 到达 中国墨河 身在最北方 这个雕像 看一下前方就是墨河市了 啊啊啊啊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 大西亚岭地区最北的城市 也是中国最北的城市 墨河 我们右管去墨河市啊 前面直走是墨北公路 应该是去往北极村的 全村第一个到达墨河市的 到达中国最北城市 墨河这里是中国最北的五梯 墨河五天 旗行几千公里啊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这里是中国最北墨河 刚刚在后面的五天打了一个卡 然后我们去找一下 今天晚上的露营地 零下接近20度 在城市边上有一个初心广场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看 这里是墨河初心广场 然后晚上的话就在这边 超级大的一个广场露营 现在我准备飞一下无人机 看一下中国最北城市墨河的全貌 牧场内广场 在城市墨河 orth楼里面相当下非常简单 超级大的内威 这个北海大庄 的这边我的oss山 在城市墨河 在城市墨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晚上帐篷就搭在初心前面 自驾游的不是很多 但是也还有那么几辆 一看就是自驾游过来 床车自驾 看一下对面卫生间营业到几点钟 全天24小时营业 这里面还有暖气 刚刚去视察了一下 周围的环境挺好的 接下来几天可能都要在这个地方露营了 那边的话是一个帐篷和几辆床车自驾的 有四川的 还有河北的 广东的 现在我得在网上找一个蔬菜超市 然后去买一点菜 这个河面是全部冰冻了 下去看一下 好多人尝试过扔石头 这上面你看 全部扔的都是石头 动石了 已经动石了 踩都踩不动 像这些就可能没动石 不过我们还是不要在上面走来走去 毕竟还是比较危险的 这路边这两边没关系 很浅 零度之下的旅行 冰河世纪 极航天气下 在这样的环境 我们该如何生存 接下来我将挑战在这里 住上那么几天 最后还有一点光 然后出发去买点菜 再回来 这里很多卖东西的 然后我们就找一个生鲜超市 顶峰商业广场 车子就停在后面的这个垃圾桶 这里有一个空间 然后现在去找一个生鲜超市买点菜 这里面很暖和有暖气 农貌市场在这里 这个多少钱一斤 这个呢 有几鱼有15的 还有丛项 这样人就买样的 这样是丛项 这样里的25 这是几鱼15 那就这个吧 拿一个来扬 一个吧 27块钱的 收拾吗 收拾收拾收拾 拿来一点菜 都没有太阳了 现在回去搭帐篷 虽然是个小城市 但是该有的东西还是都有 现在又回来了 赶紧搭帐篷 快没有光了 原来大人 是个小城市 都有 都没有 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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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彻底没关之前把帐篷搭好了 里面的垫子也都铺好了 现在是下午的4点吧 路灯都已经亮了 在这边来说已经天黑了 我现在准备进帐篷 又拿了一些东西过了 然后这个是电源 拿进来 然后把什么高压锅什么的都拿过来 室外温度零下四度 今天最低温度-17度 东西都拿进来了 我也得进去先烤一下火 暖暖身体了 鞋子都得拿进来 不然放外面都冻住了 一会儿就烧红了 冬天这个气管容易结冰 所以的话只能用来烤火 就是这种剩的最后一点点的 用来烤火还是没问题的 做饭的话火力太小 好像也没气了 每个都烧了 一会儿就没有用了 这个好像还挺多 然后正好烤火的时候烧壶热水 都是冰啊 刚刚烧了一壶水啊 然后给它倒一杯喝一下 拿上我的大铁锅 然后准备做饭了 先倒点水啊 把它烧热一下 然后把今天买的菜洗一下 哎呀都是冰啊 这一桶全部结成冰了 然后我现在把这一壶开水烧开 倒到这个里面 然后让它这个冰给它化一下 这个热水的话不能倒到瓶子里面 倒到瓶子里面就把这个瓶子烫灰了 我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卖鱼的都是用黑袋子 其他的好像都不是 只有卖鱼的都是用黑袋子 现在把这个鱼放到锅里面洗一下 它好像没有给我洗 只是给我杀了 然后这个正好留着装垃圾 给鱼做一个全身按摩 装个身 刚刚已经把鱼洗干净了 这么大一条 装起来 然后等一下我们开始对 外面零下十度 这个帐篷上面都结冰了 直接开火 准备煎鱼 倒油了 这个油不好倒 先画一下看看够不够 哇 烟雾缭绕啊 兄弟们 没办法就这样吧 我再想 可以了 翻个身 煎面还是挺好的 再来一点油 来一勺豆瓣酱煎一下 现在调点味 放点酱油啥的 这是老抽 调个色 这是生抽 可以多放一点 就是这个鱼上面浇一点 再放一点盐 稍微再来一点吧 最后再放三个干辣椒 刚刚把帐篷的门拉开了 里面腌太多了 现在把它这个盖上给它焖个十分钟 可以把这个拉起来了 鱼的话刚刚已经烧开炖了好久了 然后我们先把它拿到一边 煮点米饭先 这个米倒了一点水 把它泡起来 泡起来 加盖 上去了 一上去这边又喷很多水 然后就显得这个锅很脏 看一下 这水都冒到这边来了 这煮饭有水蒸气 得把这个窗户开一下 水蒸气太大了 湿度太高 米饭煮好了 然后把这个鱼再放上去烧一下 直接放进去吧 我感觉 就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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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放 放一割白菜啊 然后炖一下 有肉有菜 今天就完美了 开锅了 开放了开放了 然后下午的话还有两根黄瓜 鱼肚子 精华 现在打点米饭 一次少打一点 因为天气凉 容易冷 够了 差不多 还可以 吃鱼吃白菜 还有这个联邦黄瓜 外面零下12度 我在里面还挺热的 真的还得吃凉磅黄瓜 外面天还是比较冷啊 里面还是很暖和 然后今天去菜市场逛了一下 没有看到什么 主要都是卖一些猪肉的 然后还有卖牛肉 我竟然没有在那个菜市场 找到卖那个鸡姜鹅的那种 不然可以到这边来 铁锅炖大鹅嘛 对吧 明天再去看看吧 再来一碗饭 把菜都捞出来 吃完饭了 然后现在用这个烤一下火 还剩了一点的话 放在这里了 这里的话有123456 加上这一瓶7瓶 很多朋友会问我 冬季现在零下18度 今天冷不冷呢 会冷会冷 比方说现在帐篷外面 那就是很冷 但是我们在帐篷里面 有这么多气瓶 可以给我们烤火 所以说在帐篷里面 是不冷的 朋友们 哇这是月亮 刚刚去外面上了个厕所 然后回来我发现这个全部结冰了 刚从外面回来 得抱着这个火炉 稍微烤一下火 今天出发起了不到100公里 然后顺利的到达 墨河这边 在这里找了这一个广场录音 我可能需要在墨河市多住几天 然后体验一下这边的极寒天气 再一个需要给我的装备进行一些更换 主要是这个雨 大家看我这个雨 大屁股都漏在外面了 就是坏了 因为之前买的小一点 然后衣服穿多了 太紧了直接崩掉了 所以我又买了雨衣 然后买了一些衣服 因为这边天气确实很寒冷很寒冷 极寒天气 今天是零下18度 明天过两天吧 好像是明天还是零下20多度了 所以的话得 衣服得弄好一点 目前这个衣服的话 现在这个温度出去 就是感觉不到冷 就是说手揣在火包里 感觉不到冷 没什么问题 这次买的衣服主要是应对了 接下来更冷的天气 然后我也会在这几天考虑一下 接下来是从哪一条路线 就是再次出发 目前大概率大概是沿着中俄边境 然后前往中朝边境 这条公路 一直前往这个前往辽宁 然后再进入内地 还有一条路线是从这边回去 然后走山西走大同 走那边回内地 有两条路线 反正我这两天还可以考虑一下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确实有点冷啊 朋友们 今晚最低温度-18度 有点难搞呀 不过问题不大 昨天已经经历过了 我们下期再见